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狼队的发一路选手妖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发一路的心得与技巧 让大家对后裔这个英雄有一个心得认识 后裔作为射手卫的长青树 一直深受很多玩家喜爱 但是想要玩好后裔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意识 后裔的大招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开场手段 前驱超远距离释放支援 可以帮助队友打开局面 后期双方对峙 后裔大招可以出其不意打破僵局 在自己这条路打不开局势的情况下 后裔可以考虑出CD鞋 减少大招冷却时间 自己多稳稳发育 利用大招多去支援队友 后裔在八级前都可以主加二技能 这样收益会更高 在对线的时候压制力也会更强 在出了一定的装备之后 在主点一直能打伤害 想要提高命中率 得有优秀的大局观 预判敌方动向 例如可以记住敌方buff的刷新时间 和队友沟通入区野区 利用大招开团 或是把握敌方打龙的机会 果断超远距离开团 在大招释放时 要考虑队友位置能否跟上 也要及时和队友沟通 不然就算命中了大招也是无效大招 同时也尽量不要在敌方视野范围里放大 这样敌人会有防范意识 另外如果队友没办法打出节奏 那就将大招留着打反手 面对一些刺客打野时 通过大招的眩晕 以及伤害实现逃生或者反杀 后翼的出装名文 我推荐这两套 除了传统的爆发流 现在法球流后翼也是非常主流的 利用后翼的技能和超高的攻速 不断触发法球效果 又肉又有输出 虽然比不上爆发流那样恐怖的伤害 但生存能力大大增强 还是那句话 活着才有输出嘛 在面对敌方冲脸阵容时 不妨试试看 后翼输出基本依赖平A 所以走A算是基本功 利用走位取消苦跟后摇 来做到边输出边位移 这个需要多多练习 在对线时 后翼一级可以先利用 河道之灵斩出被动 这样无论是对拼还是抢线 都会更有胜算 后翼作为传统的撞张型射手 逃生能力比较弱 所以我推荐带闪线 前期可以帮助你逃脱干客 后期可以利用闪线追击 凸脸输出 打对面一个出其不易 后翼二技能是可以探草 探草的范围比二技能范围略大一些 使用得当可以一次性多探几个草丛 在路过草丛时 多利用二技能确保自身安全 后翼是一个意识大于操作的英雄 需要洞悉场上局势 才能更好的做到 避免干客和提升大招的命中率 大家可以多多练习 争取早日做到百发百中 接着 我来到百发百中 去到百发百中 百发百中 感谢观看